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 Springer Nature与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共同举办的从出版到服务 学术图书的价值量化在线研讨会 我是Springer Nature 香港和澳门区域的客户经理谢远 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 本次的会议须知 请您在演讲过程中 保持麦克风的静音 欢迎您随时在右侧的 聊天框中输入问题 我们的演讲人会在 研讨会最后的问答环节 统一作答 会后将有在线的问卷 欢迎您扫码填写 我们非常重视和期待 您对本次研讨会的反馈 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 最后本次会议的录像 和讲座的PPT将上传至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的网站 和Springer Nature的微信公众号里 谢谢大家 这是本次研讨会的议程 首先请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和Springer Nature的嘉宾制开场词 接下来的三场讲座主题 分别为学术图书的量化指标 及在科研影响力评价工作中的意义 如何在Springer Nature出版图书 以及学术图书及服务赋能科研信息传播 最后是答一环节 那么本次从出版到服务 学术图书的价值量化 在线研讨会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的副馆长 杨迅林先生为会议制开场词 杨先生是图书馆学硕士 国际关系学博士 2003年8月起任职于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先后从事参考咨询 资讯素养教学 资源建设 系统技术 特长建设与研究等工作 有请杨先生 好 谢谢主持人 听得到吗 很清楚 好的 好 谢谢主持人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还有Springer Nature出版社的老师们 下午好 我是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杨迅林 非常荣幸可以代表 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出席此次会议 那这次这个会议呢 是Springer Nature和我校 共同举办的 这个从出版到服务 学术图书的价值量化 这个在线会议了 那么首先很感谢 大家在忙碌的年末 抽出时间参加我们的这个研讨会 那么今天三场报告呢 其实第一场是从真实可靠的这个统计数据出发 就是阐述学术图书出版的这种独特性和重要性 包括近些年来 就是学术图书作为我们科研水平的一个衡量指标 它是怎样去影响和引领各种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 第二场呢是把这个具体的就是出版流程 就是介绍给大家 那么你写这个学术 就是在撰写学术图书时候需要具备的这种基础知识 以及开放获取的这种图书和传统图书的这种区别和共性 那么为打算出版图书的老师们呢 提供一个参考 第三场是会从我们的这个服务人员的角度 然后来讲述出版图书之后 那么相关有哪些增值服务 还有它的这个价值所在 我想这一点应该会很契合我们这个大学图书馆自身的工作 那相信会让大家有所收获 那么作为大学的这种资源保障和服务中心 图书馆不仅是致力于就是满足各个学院的这种科研和教学的文献需要 那么我们这个建设高质量的学术馆藏 是我们的这个一个重要的工作内容 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希望说建设和展示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这种特色 那么我们会和各大出版社去合作 从纸本和电子图书当中 那么精选出最优质或者最新出版的各个领域的图书进行推荐 这里头其实就包括已经采购的还有没有采购的 那么不仅是学术专注 其实还会包括这种会议论文集啦 参考工具书 还有各种资料汇编 还有从书 那么在老师们有出书需求的时候 其实图书馆也会提供一个全方位的服务 从初期的这种可能是与外文的出版社去建立联系啊 那么协助可能的这个情况下 协助进行一些文字的翻译或者润色 那么到出版后 在各种的这种媒体平台进行宣传去辅助和推动我们科研人员在图书出版领域 那么去迈出他们坚实的一步吧 那么在这里其实就是非常感谢Springer Nature出版社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 澳科大图书馆呢 也非常乐意与Springer Nature出版社继续深化这种合作 为各位老师和同学们提供这种更加优质的资源和服务 回到图书出版 其实我们图书馆员在做资讯素养教学的时候 也经常会跟同学们讲到啊 一本学术图书 无论是从理论体系还是工程应用 那么其实它常常都是集成一个学科的这种精华内容 或者呢是一个团队 在某一个领域的研究成果的这种积累和沉淀 它是一种集中的表现 所以它跟一般的这个就是论文发表是不一样的 因为论文的重点呢 是在于我们科研成果的这种突破性和时效性 而图书或者说专注编著 那么这种的出版物呢 它是凝聚了在一段时间内 可能快则一两年 多则三五年 甚至有超过十年 这样的这个研究的路程和观点的总结 那么目前呢 澳门地区作为一个相对新兴的这种学术的区域吧 那么在外文图书出版方面 暂时应该说还是处于一种崭新的阶段 但是因为澳门地处这个粤港澳大湾区 作为一个具有中西多元文化背景 而且特色鲜明的一个地区 那么出版有澳门特色和大湾区特色的这样的研究著作 应该来说是更容易得到专业领域 甚至全球的这种关注 那么我们也衷心祝愿各位老师和同学们 能够把握住这种大湾区的未来发展的机遇 借助我们这个Springer Nature 这一些大型的学术出版平台吧 那么提升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那么再次感谢Springer Nature和我们澳科大的图书馆的老师 对这一次活动的精心策划 那么祝愿此次网络会议可以圆满成功 各位参会者可以收获满满 好谢谢大家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杨先生的致辞 也再次感谢澳科大图书馆对本次活动的支持 下面有请Springer Nature 大中华区韩国和蒙古国的销售副总裁崔晓英女士 致开场词 崔女士拥有20年的科技及医学出版行业工作经验 负责Springer Nature全线产品在东北亚地区的商务活动 崔女士2009年加入Springer 在此之前她就任于Oxford University Press和Blackwell Publishing 负责管理其在中国地区的品牌创立与业务联系 包括销售市场合作出版和编辑投稿等 有请崔女士 谢谢主持人 尊敬的杨馆长 尊敬的各位听众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和同学在百忙之中参与此次活动 共同讨论学术图书出版的价值 正如刚才杨馆长所提到的 本次活动的三个报告 从挖掘学术图书的科学信息传播和提升科研影响力过程中的优势和特点 到如何出版一本学术图书 再到Springer Nature作为全球领先的学术图书出版社 怎么可以为广大读者老师和同学提供增值服务 从学习知识到实际操作都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 相信各位参加以后一定可以对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提供参考和帮助 Springer Nature与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合作由来已久 自2015年以来更是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目前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已经完成了 对于Springer电子期刊数据库 Nature系列期刊中学科相关的核心刊物 以及计算机科学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电子图书的采购和保障 为广大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疫情期间 Springer Nature也积极地为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提供 诸如远程访问 在线讲座培训等服务 保障特殊时期广大师生的资源获取和内容的学习 自然期刊封面掌的活动 也为图书馆的科普和科学文化传播工作 提供了更加灵活生动的方式 当然 最近我们也在通过企划 通过Nature的平台 来推广澳门科技大学近些年来的重要办学和科研成果 可以说双方的合作已经嵌入到了学习 研究发展中的各个方面 我们也衷心地感谢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 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 希望双方可以深化合作 共同服务于广大师生和科研人员 刚才杨馆长也提到了 近年来大陆和港澳地区的协同发展 我们也关注到了 大陆地区有很多的老师 学生和科研团队 在港澳地区深造 越来越多的来自港澳地区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通过Spring and Nature的平台来出版 港澳地区的大学和科研机构 和中国大陆地区的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也日趋深化 我想这种合作和共赢 在图书馆和出版行业也会愈加明显 这也是我们愿意将行业内大陆的成功经验 分享到港澳地区 同时也将港澳地区的特色传递给大陆 促进我们的用户同行和学界之间更深入交流的初衷 学术图书出版对于科学文化交流有着非凡的意义 我们也愿意继续与包括澳门科技大学在内的广大图书馆同仁继续合作 做好科研信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发挥更多的我们的这个价值 最后希望我们的活动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的这个参加 我的致辞完了 非常感谢曲女士的精彩致辞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本次会议的第一场讲座 由Digital Science的中国区业务发展总监白杰女士 为大家分享学术图书的量化指标 以及在科研影响力评价工作中的意义 白女士现负责旗下全线产品 在大中华地区的业务拓展 拥有15年的科技及医学出版行业的工作经验 白女士2018年加入Digital Science 此前分别在Nature Publishing Group和Elsphere 担任期刊出版人和项目经理等职务 负责与本地科研机构和学会合作 创办和管理一系列面向国际市场的学术期刊 支持普及开放获取的知识和资源 有请白女士 您可以分享屏幕了 好的 谢谢主持人 那我现在为了节约一下带宽 我就先暂时关掉我的摄像头了 好像 不知道怎么关 那就先暂时这样 好的 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下午好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有机会和大家来探讨 这个学术专注的这个量化指标 以及它在科研影响力评价工作当中的意义的 这样一个主题 也很感谢主办方的邀请 那么正如主持人刚才介绍的 那么我是来自于Digital Science公司 那Digital Science和今天的主办方之一 Springer Nature是姐妹公司 那么我们都知道Springer Nature 他们是以这个提供优质的这个学术内容 来为科研界来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在Digital Science呢 我们主要是专注于技术驱动的 一系列的为科研服务 提供服务的这样的一些工具 以及解决方案 那么具体来说呢 我们会收集这个科研流程当中的 这样一系列的数据 来把它汇集到这样一个综合的流程 综合科研平台上面 来打造用科研生态圈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基础设施 那么简单来说就是研究人员可以使用这样的数据平台 来进行检索发现来追踪最新它所在的这个学科领域的这样的一些研究成果 那么研究科研管理机构呢 也可以利用这样的平台来进行这个学科的这个发展的追踪 以及各个机构的这样一个学科进展 或者说科研产出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今天呢 我们会用这个平台的一些分析结果 来专注于这个学术专注领域的这样一些主题的探讨 那么首先呢 我们也想来回顾一下 就是过去几十年这个出版 出版领域的这样一些数量变化的趋势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个论文和专注呢 它都是科研产出的这样一个载体 而且它们都拥有了非常悠久的历史 我们在平台里面进行检索的时候呢 都可以看到最早的论文和学术专注呢 它都可以回溯到1665年 那么在这个图里面呢 我们看到的是最近30年的这样一个学术产出的变化情况 那么非常明显看到这个论文呢 它是有这样一个爆发式的增长 那每年的发表的论文数呢 都达到了几百万的这样一个数量级 那么和它论文的这个发展 来相比的话 学术专注的这个增长 它的这个趋势就会比较平缓 我们可以看到在199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图上因为他们的数量差别比较大 可能就不是很明显 90年的时候这个图书 它在论文的这个占比大概是在0.9% 一直到2020年的时候呢 大概现在占比是到1.8%左右 那么另外一个需要说明的就是说 像我们今天使用到的这个Dimensions这样的二次文献平台呢 那其实它是会有一个局限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收录的这个文章内容 会以英文的这个语言为主 可能对于非英语的这些文献 它的这个收录呢 会有一定的这个局限性 那么也可以说这个数量的变化 其实也是符合我们对于就是论文数量和图书的 这样一个体量的大致印象的 那么这个增长曲线的一个巨大的区别 其实这个原因也很好理解 刚刚杨广长在介绍的时候 其实也用非常精炼的话语来总结了这个论文 以及学术专著 他们在这个学术价值方面 他们的这个 以及在科研生态圈中扮演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这个角色 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首先他们表面上一看 我们就知道论文和这个专注 它在这个篇幅上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区别 而且呢 更多的是在这个实验性的科学里面 有一些这种递增的成果的话 会以论文的形式发表 而当我们在某一个领域有了足够的积累之后呢 那么把这些成果汇聚成一个专注呢 可能就会是一个更加好的这样的一个传播方式 另外我们也发现在应用场景方面的话 如果是我刚刚进入到这个学科领域 想要去系统性的了解一些知识 我可能会去使用图书专注 而如果我想要了解一个学科最新的这个进展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去来读这个领域的这个论文 所以呢 就是他们在这个当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 使得他的这个学术价值的这个评估呢 其实也不能用同一把尺子去测量 那么后面其实我们还可以 也会提到就是论文 它和这个图书呢 它其实也在这个发行渠道方面 也会有着比较大的差别 这个对于 这个把它们作为学术评价的这个主体呢 也会提出新的一些挑战吧 那么如果我们前面也提到就是 学术专注它的这个数量 在这个大多数的二次文献平台上面 可能都专注在这个英文的这个文献 所以呢 我们从这个学术专注的评估 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来去 对于这个数量来进行一个统计 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那么在19年的时候 我们Digital Science公司 曾经联合业界的一些同仁呢 也出版了一个专注于研究 学术专注的这样的一个研究报告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尝试采用了三种不同的路径 而基于Dimensions平台里面 那个专注的这个数据呢 来对于当年2013年发表的 所有的学术专注的数量来进行了一个推演 那么这里呢 我也就不去详细介绍这三种路径了 那么基本上他们就推出来一个最高值和最低值 然后我们结合这三种路径呢 测算在2013年全球发表的 这样一个学术专注的总数 大概是在8万6千本左右 另外呢也有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 其实在针对就是个不同的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 对于学术专注的这样一个态度 做过很多的研究 那么我们在这里其实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这个自然科学工程 医学以及农学这样这些偏实验 以及应用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呢 他们和这个社会科学 以及人文科学研究领域 他们对于这个专注的这个态度 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的 那么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社科里面 大家可能更倾向于去发表 以专注的形式来更系统 来阐述自己的这个研究领域 以及研究成果 那么这张图呢 其实和我们上一张图 得到的是相似的结论 但是它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视角 来去体现的 那么同样在右侧的这两个领域呢 还是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发表了多过一本专注的 这个研究人员的这个数量呢 和左侧的这些实验科学相比呢 是有一个显著差异的 那么实际上这样的差别呢 也不只是出现在学术专注领域 其实在那个 如果我们以期刊文章 来作为这个研究对象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 其实在不同学科领域里面 大家对于这些文章的这个使用 也都是习惯是不一样的 另外前面我们也提到就是 期刊的这个论文和学术专注 它的这个发行渠道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我们其实可以说 在过去的这二十多年间吧 那么学术期刊 它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一个 从纸板转电子的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由于有着像CrossRef这样的机构的大力推动呢 那么DOI这样一个标识符的使用 使得我们可以对于一篇学术论文 可以很好的定位到它 而且记录到就是reference到这篇文章的 不管是从学术的引用 还是在非学术的这些平台 比如说新闻啊社交媒体啊博客 以及wikipedia的这样一些非学术环境当中 对于期刊成果的这样一些引用呢 我们都可以准确的定位到这个期刊论文里面 但是呢 由于图书领域呢 我们的这个应用场景的不一样 还是有很多人会去选择使用纸板本的这样一些图书 那么目前来说图书的整个这个业务模式 它的这个渠道还是以这个纸板本的这个渠道作为来为主 那么所以而且它的这个供应链的标准呢 也是由像亚马逊啊 然后国外这样一些大的图书 这个书店来制定的这样一个标准 所以在出版商这边其实对于图书的这个追踪 比如说这个ISBN的这个使用 它其实图书 出版商这边没有构建出一个很强大的 这样一个唯一的标识服务 就类似于DOI在期刊这边的这样一个作用 那么这些呢 都使得对于图书的用量的这个追踪 我们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准确的追踪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对于图书 它的这样一个成为成为科研评价的一个对象的话呢 会有这样的一些挑战吧 另外我们来到就是这个图书 它的传播的规律和期刊 其实也是有着比较大的差别 那么打比方说如果我们在计算科学领域 计算机领域吧 那一个会议论文集可能它在发布之后的两年内 那么所有的引用可能都已经发生了 在两年之后 这个由于领域发展的过快 可能已经也不会再有更多的这个引用来累加 但是呢 对于学术专注来说 很有可能它的第一个学术关注 或者是引用会在它发表以后 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发生 所以说不同的这个类型的话 对于它的这个传播 实际上 以及彰显它的影响力呢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 那么这个图呢 我是觉得它比较有趣的是 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topic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是选择了叫做 migration study的这样一个topic 然后它在不同类型的这个文献当中 的这个activity的一个传播的规律 那我是这么理解它的 就是我们看这个正中间这个policy这个部分 有一个big peak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颜色越深 它就彰显着有更多的 提到这个词的一个活跃度 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在policy document里面 它有提到这个migration studies 然后接下来好像也没有 在学界就是左侧的这些引用的部分呢 它好像没有听 没有看到太多的波澜 但是我们在右侧 就是这个autometrics 也就是它代表的是这个 非学术的 像在新闻媒体啊 这样的一些关注里面 就开始来跟进 来讨论这样的一个topic 对吧 然后我们在这个article chapter monograph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呢 在学界好像这个activity的发生呢 会远于会比那个在社交媒体上面 或者新闻媒体 非学术的这个领域呢 它花的时间是要更长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可能更多的这个用量呢 都会集中在章节以及专注里面 而并不是在article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 给我们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了 文章 就是论文和这个专注 它针对某一个具体的topic 它这样的一个传播的规律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学术专注 它作为一个学术评价的对象 它面临到的这样一些挑战 那么 针对这些挑战呢 其实在学术共同体 里面呢 大家也尝试去探讨 一些可行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么其中的一个方向呢 这个应该也是借鉴了 就是开放获取在期刊 期刊领域 现在因为也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并且它推广的速度也挺 也非常的快 那么 所以在图书领域呢 大家也提出来 有没有可能我们未来去 发表一些这个开放获取的 图书专注 那么针对这个主题呢 像包括Digital Science 以及Springer Nature在内 还有其他的一些大学 以及学会的组织 都针对这个话题呢 也做了很多的调研 研究和探讨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他们目前 针对这些话题的讨论 基本上就是 大家比较有共识的就是 OA的这个图书 作者是很愿意将他们的这个图书 来以开放获取的形式发表的 而且开放获取发表的这个图书呢 它相对于传统的这个 发表发布方式来说呢 是更容易获得 更多的这个关注吧 那么我们看到 同样是在这个Dimensions平台里面 如果我们去关注 过去十年间 这个论文的这个 学术专注的这个发表数的话 会看到这个专注的这个数量 是一个稳步增长的 这样一个阶段 那么开放获取 发布的这个学术专注呢 它基本上是有略微的增长 或者是持平 那在这个DOAB 这个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Book 这个平台上 目前大概只有两万本的 这样一个开放获取的 专注的record 这个其实也告诉我们 就是它的 adoption可能还并不是说 那么高 所以还并不被很多人所了解吧 那么我们如果在 在这个书记平台上面 针对文章和图书的 开放获取状态 来做一个对比研究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画面上方的 这两个红框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 全球在过去的十年 发表的文章的数量 而下面这个两个蓝色的框里面 看到的是图书的 发表的一个趋势 那么左侧呢 是全球的这样一个picture 而右侧呢 我们把它聚焦在中国 所以比较有趣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左上角在 global的文章的发表上 在2017年的时候呢 那么所有OA的这个文章数 已经超过了这个 非OA的这样一个文章数 那么在中国呢 这个趋势 它们之间的这个gap 是在逐渐缩小 但是还没有 就是像global一样 已经达到了一个 超越的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如果我们看到 下方这个所有OA的这个图书 那这个就可以看到 在图书领域呢 OA的这个趋势和期刊相比的话 它还是相对比较比较缓慢的 另外呢 我们来这里看到的是图书 非开放的这个图书 以及开放的这个图书呢 它们在做获取的这个引用 以及这个 Autometric 也就是这个社会热度 或者网络关注度 或者我们叫替代计量的这个指标的 这样一个对比的情况 那么左侧看到的是非开放的 这样一些图书的数据 而右侧是开放的这个数据 所以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到 就是不管是从引用 还是从这个替代计量的 这样的一些关注 都可以看到 开放和非开放的这个图书相比呢 它都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这样一个优势的 那么虽然这个 开放的图书 它解决了一个访问和传播的问题 但实际上呢 它也带来了新的这样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把图书作为一个评估的对象的话呢 那首先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图书的出版商 他可能并没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发布的平台 那么只能去依赖很多的这个内容集成商 那么内容集成商可能使用的标准又是不一样的 那在这个论文里面比较常用的这个Counter的这个系统 可能在最图书的这个用量方面 它的使用并不是那么完全能够起到同样的作用吧 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如果说这本图书 它已经是开放的了 那它就意思 也就代表着它可以被传播到其他的平台 那么就有可能它在被传播到其他的这个平台的时候呢 又被重新assign了一个新的这个识别号 使得一本图书它可能有多个识别号 那也就比较类似于说我们再去对一个研究人员 去想要去统计它的科研产出的时候呢 那它有多个这个ORCIDID 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统计的口径 还除了以上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开放获取文章里面 比较常用的这个CC BY的这些许可协议呢 在图书领域也并没有被特别广泛的来来接受 另外呢当然还会有这个资金资助的问题 因为开放获取的话是需要作者付费的 当然最最重要的可能相对来说 最难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呢 就还是图书它的一个发行机制 那么因为以往来说 对于图书的这个评估呢 很多是基于销量的 那么如果是开放获取的图书的话呢 它可能就并没有一个零售的这个elements在里面 所以说可能就是零售机构呢 它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来去帮助 帮助我们在图书的这个发行 或者是说在它这些识别号这些方面 来进行推动这样一些变化吧 那么接下来除了这些针对开放获取图书 比较特有的一些挑战以外呢 实际上对于in general 对于这个所有的图书来说呢 我们来收集针对某一本图书的这个引用 也是也是比和期刊论文来比的话 也是有比较大的这个困难的 最后呢我们也发现就是在 title level的这样一些原数据呢 它也是准备的应该说出版商其实从图书的整个这个supply chain的这个领域 它其实一直没有能够像期刊论文一样去准备非常好的原数据 没有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吧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未来如果针对图书的这个评价指标去设定的时候 需要考虑的这样一些问题吧 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 或者说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首先就是在这个出版的流程里面 需要把这个原数据的这个做好充分的这样一个准备 而且呢这个标识符也就是DLI的这个使用 对于对于未来的图书出版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supply chain的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是需要能够让其让各方来一起行动起来 让他们有足够的这个动力来去帮助图书 完成一个从值版本向电子的这样一个转换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需要有足够充分的这样一个资金 那么这个可能不完全是依赖于这个科研资助机构 那么其实是需要很多利益相关方 包括这个图书馆出版商以及这个大学一个科研机构的这个管理层 以及这个科研经费资助机构来共同努力 才可以找到一个或者探索这个可行的方案吧 所以最后呢我们可以来对于今天前面提到的这个内容 有一个总结 那么首先学术专注呢 它在学术生态当中起到的这个重要的作用 或者说它的学术价值呢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它在不同的学科领域 甚至在不同的这个语种当中呢 它其实起到的这个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那学术专注呢和期刊论文相比呢 它建立自己的这个影响力所需要的这个时间是要更长的 所以说这一点呢在做科研评估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也需要这个加以考虑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的这个研究人员 其实他们都在研究过程当中呢 都面临着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需要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个研究成果 另外就是这个开放的这个图书和非开放的图书相比呢 它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传播性 另外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这个原数据的缺失 包括缺乏的这个唯一标识符 以及没有并不是所有的这个file 就或者说不同文件类型的这个图书呢 它可能不是在同一个单一的这个location 那么这些都使得我们想把这个图书的这个评估 也纳入现在的这个科研的这个评价体系 都造成了一些障碍 但是这些问题呢 其实未来也许通过这个技术的增强 都是可以解决的 另外虽然我们目前是有很多的这个障碍 但是呢图书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图书上面 我们也在也在去改进 就是说有采用这种 除了这种销售数字以外呢 大家也会去更多的关注它的这个引用啊 包括autometric mention 以及这些下载的这个数据量 那么未来可以去替换掉 就是之前跟国文柱的这样一个销售的这个数据 作为主要的评价标准 那么另外就是非常重要的是 学术共同体的各方都需要 共同合作吧 精神合作 对于虽然我们提到这些问题 可能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解决掉 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些问题 可以有充分的这个探讨 而且有未来有技术的加持的话呢 那么相信我们针对这个 学术专注的这样一个影响力的评估 可以探索出这个新的 有新的尝试吧 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觉得未来还是 还是就是非常有 这个要怎么表达呢 因为实际上我研究了这个课题之后 发现可能没有我们之前 在期刊领域看到的这个 已经形成了一套 相对来说比较共同可以 接受的这样一个方案 那么对于图书来说 由于它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所以呢 但是我们相信未来还是很光明的 好的 那我的介绍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白老师的精彩展示和分析 好的 下面有请 Springer Nature 东亚地区教育学图书出版编辑 张苗女士为大家介绍 如何在Springer Nature出版图书 张女士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 过公民教育硕士学位 他在2013年加入Springer出版社 在期刊和图书出版方面 均有丰富经验 目前管理着超过20多套Springer教育学从书 每年策划出版图书50余部 与亚洲各大知名高校均拥有紧密合作 有请张女士 大家好 然后现在开始 稍等一下 可以是可以看到我的那个PPT的是吧 呃 现在看到的是文件加的页面 还不是PPT 哦 那稍等一下 我重新开始 现在可以了是吧 可以了可以了 您播放就可以 好呃 今天呃 非常高兴呃 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我们呃 图书出版的一些呃 经验和呃 小的tips吧 然后刚才谢元也介绍了呃 我是负责呃 Springer教育学这边东亚地区的编辑 然后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 那我自己呢是隶属于Springer这边 那大家都知道在呃15年Springer和麦克米伦呃 合并了 那合并之后呢 我们新的就是出版集团的名字是呃Springer Nature 然后呢我们旗下除了呃 视频格 然后自然然后包括还有呃 麦克米伦Education就是呃做K12教育这方面的品牌 然后包括帕尔格雷夫这个最早是一个英国的出版商 然后也是其实在我们旗下的他们也会做一些人文社科相关的出版 那可能呃Springer的出版方向会是更加学术一些那他们会有一些呃更多的呃稍微人文一些 比如说呃历史啊考古啊相关的内容或者更加面向呃大众来科普的内容 呃然后先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呃就是我们亚洲地区关于教育学出版的一些数据吧 然后这个的话是全球范围内呃就是教育学呃期刊文章增长的这么一个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欧美这些传统的呃研究强国来说已经呃几乎没有增长了 那么新的增长点其实是在这个呃就是环太平洋地区就是包括澳洲啊 然后亚洲啊还有一些欧洲其他的小国家 然后都还是会有一定的增长的 然后我也稍微啊做了一些关于呃就是咱们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一些呃简单非常简单的数据分析 这个是从cimago上面看到的h index就是这个高背影的这个呃呃排名 然后这个是整个呃social science在亚洲的一个排名呃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日本的中国 然后他是按地区来区分的所以这边有香港然后香港是比新加坡还要就是呃文章量更多一些 然后澳门的话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然后呢如果按照地区来做这个排名那这个是一个呃就是总总体的这个呃文章数的排名 那么还是大陆地区排在前面然后香港的话是排在呃就亚洲的第七 然后呃我们澳门是排在第15位 但是如果是按照呃高背影的来排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呃香港这边是一下呃排到第二位了 然后呃澳门的话也是呃名次有所提升 这说明呢在港澳地区就是出版呃就是出版呃就是出版物的总数 有 WHAT 嗯 liked the same 文章数 嗯然后呃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教育学下面一些呃比较重点的子学科嗯 就是就是除了issy 读 community 我们还出版哪些学科呢嗯 it 嗯 Eğer 嗯就是包括呃教育政策都教育技术語言教育那么圆教育包括比如说要的课文字 一些阿尔宇席德呀 然后TISO呀 然后包括端汉语这种 都是可以放到语言教育这里的 然后大家都知道 Springer的数学 是我们最优势 最强势的学科 那所以我们在教育学领域的 数学教育和科学教育 也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那么其他的当然高等教育 学前教育 包括职业教育 然后还有一些 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 包括教育史方面的 然后还有这个可时区发展教育 这个跟这个联合国提出的 SDG的这个目标 也是相符的 也是近两年比较 前沿的一个学科 然后包括教师教育 然后这个 Learning and Teaching 就是学习和教学 还有比较教育 这些都是我们比较重点的一些学科 那当然比如说像体育教育 音乐美术教育这些 我们也都是在做的 然后呢 再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以亚洲或者亚太为基础的一些 从书 那么比如说像这一套 就是亚洲高等教育的话 它是台湾那边台师大 为主要的编委和编委会成员 来做的这样一套书 然后这个这一套呢 就是教育学在 Asia Pacific Region 这个就是这套书是我们 就是亚太教育学里面最大的一套 从书了 现在已经出版了六十几本了 那然后就是除了 就是一些比较general的话题的话 我们就是也针对亚洲的一些区域 不管是大的国家小的区域 比如说像柬埔寨呀 老挝呀文莱呀 这些国家都会单独有一本 这样的书 来介绍他们本国的一些教育 教育的体系呀 教育的政策这样的基本情况 那么就是也有 深对于地区的 比如说关于披萨的话 就是有一本learning from上海 就是上海经验这样一本书 也是可以放到我们这个亚太教育学的 这个从书里面的 那当然大湾区的一些 比如说比较教育政策 教育政策的比较啊 或者教育体系啊 教育评估体系这样的一些 不同的比较研究啊 之类的都是可以放到我们这套书里面的 然后包括像这个是以华士大 课程所为基础 然后做的一个关于课程改革的从书 然后像这个是我们亚洲的数学教育 然后这个是北市大那边做的一个 叫啊教育改革的从书 然后包括还有这种啊 东西方教育思想碰撞的 然后这个的是啊 跨文化为主的这样一个啊 对不起这个是跨文化为主的这样一个研究 然后这个是以高等教育为主的都是东西方思想碰撞的 然后包括这样这还有一个啊 东西方教育哲学 然后这样的一个研究 那么这个都是啊 以东西方啊教育学思想交流为主 然后还有一些嗯 针对不同学科的比如说像我们上面的有数学教育 这个是呃最前沿的就是呃 人机交互和呃教育学这样的一个啊 新的从书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从书 我在这边没有列出的啊 然后呢啊 在下一个环节呢 想给大家啊讲一下我们为什么要出书 嗯就是出书和期刊的一些区别吧 那么首先出书呢 可以呃尤其出版英文的学术专注呢 可以帮助各位老师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然后和和这个国国际上的一些啊知名的 比如说呃学者呀 包括协会呀 当然也包括我们出版商了来建立联系 因为现在来说我们呃学界呃 在全球范围内主要交流的语言还是以英文为主 所以您当您想表达您的学术观点的时候 呃就是啊或者和国际上的学者来交流的话 那英语还是我们呃就是第一选择吧 然后期刊和图书的一些区别 就是在期刊啊对不起 上一页 期刊来说呢我们需要的是呃就是第一手的呃资料 第一手的呃研究成果 然后他会是一个相对呃脚窄的这样的一个呃研究方向 然后他的研究是比较呃有深度的有层次的 然后期刊的话他呃一般应该老师们也都经历过 就是他可能相对的呃 peer review 的时间有时候会比较长 尤其是这本刊可能把您如果不幸剧掉的话 还要重新投稿重新经历一遍peer review 所以说整个出版流程的话在半年到一年不等 然后图书的话他有可能他比如说您里面的文献啊 包括研究方法用的都是呃研习前人的 然后整个研究的范围也更加广 有可能没有那么呃深入 然后呃他整个的出版这个流程 我们这里写的一年到三年是呃包含了您这个写作的一个时间 这个后面我也会呃更多的来讲到 然后呢所以说我们这个呃 从您教了中稿给我们到这个书最终的出版 呃一般情况下是四到五个月这样 然后我们出书的一些目的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是讨论您这个研究领域内某一个啊特殊的话题 那么也可以呢啊是介绍您这个领域给领域外的人 还有可能呢是就是关于某一个课题或者话题或者研究方向的基础介绍 比如说教材呢就是这样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这些都是可以来写成书的 那么我们图书啊出版的流程是怎么样的呢 呃在这里呢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图书出版有哪些类型 那么首先呢呃应该大家都知道的有专注和编注 那么专注和编注的区别是什么 就是说如果是专注的话 不管本书的作者是几位 有可能是一位有可能是两位 我最多的话有碰到过九位的情况 当然也是比较罕见 但是就不管是多少位 但是这本书一定是这些作者一起来写的 这个书面的每一个字都是由作者 当然除了引用部分外 都是由作者来写作而成的 所以这种的呢就是我们称为学术专注 那么编注的话呢就恰恰相反了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写的是editor 有一些中文书呢我们会这边写的谁谁谁编 那这些人呢就是这本书的呃编者 那么他们并不一定呃参与了书籍的写作 他们有可能就是一张也没有写 他们也有可能是呃就写了一个introduction 也有可能参与了其中的某一张 那么他们一般情况下这些编者 都是业内比较资深或者比较有名望的一些老师 那我想各位老师也可能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是收到了邀请啊问可不可以我们这边有一本这样的书 可能已经跟sminger签约了 您愿不愿意来参与呃写其中的一个章节呢 那这些人就是chapter contributors 就是我们所谓的章节写作者 那么他们可能结集成了十张 然后针对这个话题每个人领了一张 然后呢啊把它编转成一本书 那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编著了 然后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的会议论文集 但是这里的呃我们文科呃不管是社科类还是教育学的会议论文集呢 和呃有一些理工科比如说工程类或者计算机的那种会议论文集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因为我们这边出的是精选集就是说并不是说您这个会议啊 最终呃有收到三百篇文章我们都要出版 而我们一般情况下只挑选最优秀的百分之二十来出版 所以我们这里的论文集一般都是呃会议后来出版的论文集 就是会议前那种呃收到多少篇都直接出了的那种论文集呢 我们文科这边是几乎不出的或者很少出的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呃我们的所谓的呃大型的工具书了 比如说百科全书就是其中的呃一项了 就是它里面会有一个一个的词条和解释 当然还有手册也是工具书的一种 那么然后这里还有一个产品类型呢 是我们在应该是在七八年前推出的吧 啊叫Spinger Briefs就是我们所谓的短书 那么短书呢它其实是比较短的专注或者编注了 一般情况下是以专注为主 那么我们一般是要求它在呃一百二十五页以下 那么换算成字数的话其实一般是在两万字到六万字之间 但是请注意如果说您这本书的章节啊或者图表啊之类的特别多 那么可能要需要控制在五万字以内 不然它这个页数可能就超了 短书的话呢是这样呃一般情况下我们用来出版 比如说呃博书论文这样的一些呃或者case study这样一些的研究成果 那么博书论文呢呃需要把它改成书的格式体力 我们这边也有相对的一些介绍 如果有哪位老师对出版博书论文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到我们 我们可以会发发出更多的资料 那么case study的话呃像我这边可能也有一些作者 嗯他可能也是业绩的大牛 但是他在某一个地区 比如我最近有说到过一个他在巴基斯坦做了一个关于呃开放教育的这样一个研究 那么嗯可能在巴基斯坦这些就展开这样呃open education的呃还有这种在线教育的学校就非常少 所以他的数据也不是很多 所以他最后就写了这样一个短书来发表他就是这几年的积累下来的这样的成果 所以这种case study的话也是挺多的 然后短书的话他的出版流程相对较快 一般放下是在八到十二周 那么在理科上来说他或者医学上来说他有时候还会被用来呃 抢先发表一些研究成果 比如说您这个团队在做呃一个东西呃 比如说在分析一个什么蛋白 然后你知道国际上还有两个团队在也在同时分析 那么如果投期看文章的话呃有担心可能被拒一遍遍改被别人抢发 那么就是短书来说也是一个呃抢发成果这样的一个工具 因为他的出版流程会相对较快 嗯但是我们文科来说一般呃不不会做这个使用 基本上就是以出版呃博士论文 还有这种呃小范围小规模的呃研究成果为主 然后下面一个产品类型呢是我们呃就是在16年开始出的呃教材 因为之前呃像spinger的话是不做教材的 因为我们呃就像呃咱们也活动也得到了图书馆的支持一样 我们主要的目标人群是大学或者研究机构里面呃可以接触到图书馆呃数据库的这样的读者群 那么像一些比如说呃出高中生啊这些是不在此列的所以呢我们的教材也是针对于呃研究生级以上 呃层次这样学生的一个教材呃就是他可能更像这种讲义的形式 那么我们在教材领域呢其实这样是有一个这个呃也是节肌成套的这样一个从书 那么他的里面的呃课题其实也是五花八门 就是有的是英语教学呀有的是这个如何论文写作呀 然后像包括这个就是语言教学的可能相对较多吧 然后包括有一些关于呃就因为疫情后在线教育的一些课题也是比较多的 所以您就是比如说您自己在教授哪一门课 然后现在觉得哎呀没有特别适合的教材 您可以考虑自己来写一本这样教材讲义的形式 然后然后交给我们来出版 然后呃就是教材的话跟呃刚才说过的呃专著和编著呃会稍有区分 就是他的格式一般我们是这样的 那么教材的话就是这样 然后包括在每一章的后面我们要求会布置呃三到五道吧 就是这种课后的思考习题 但是整体上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 只是说就是这个课题特别适合来呃给呃就是大学本科大三大四以上或者研究生来进行教学的话 我们就可以考虑来出版教材了 然后还有就是呃以上所有的这些呃产品的种类我们都可以来把它做成呃 呃OA书就是所谓的开放获取的图书 开放获取呢我们最开始是从期刊呃 期刊界这边是来开始的 所以是呃 Sminger这边是2012年 然后帕尔格雷夫这边是2013年开始才有呃开放获取的图书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共是出版了大概呃500多本600本左右的开放获取图书 然后呢也有呃一些章节因为有的可能出于经费的考虑吧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是编著那么编者他没有经费 但是这个章节的写作者有章有经费 或者他经费不够只想把书里面最精华的一两章作为呃开放获取的内容给大家来下载 所以还有200多个章节是呃开放获取章节就是单独供大家来下载的 与此同时呢我们跟呃国际上的一些机构啊 比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也形成了合作伙伴的关系 所以像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过评估后会对他们 就是咱们不是有一些主席吗 就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面有呃职位的呃老师的呃学术写作 是可以给予一定的支持的 然后包括呃欧盟的一些呃协会啊 然后基金啊都是有这样的支持的 然后经常有老师问因为呃开放获取图书 是付费出吧会不会就是质量相对较差呢 嗯那其实恰恰相反 因为这个您的这个书的内容是在全球范围内到处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们对质量的把控反而会更加呃严格 因为呃你知道这个书就是被别人下载以后大家会评论会这个引用 那如果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谬误的话 那显然是不可以的 那么呃确实呢 在呃开放获取了以后呃图书的引用量和下载量都是更高的 像我们文科这边一呃基本上在social science领域 呃全年就每本书全年平均下来的下载量是在4000左右 4000上下那有一些可能他的研究课题相对较窄 那么可能一两千的这种也是有的 那么开放获取的话 那么他呃就是 他的下载量会更高 像一般我教育学这边的话呃第一年至少是要到呃四万以上 那么有的好的可能十几二十万的都是有的 那么呃什么样的类型的书适合作为开放获取呢 当然如果就是您觉得您的书的内容值得被更广泛的传播和使用的话 都是可以考虑呃来做开放获取的 那么与此同时呢 像一些比如说呃白皮书啊蓝皮书啊呃年度报告啊 呃包括一些可以作为工具书性质使用的呃手册这样的内容 那他是更加呃适合作为开放获取的图书呃来出版的 比如说像呃就是还是说UNESCO吧 他们那边很多的年度报告呃都是和我们合作来出版成呃开放获取 从书的包括我们的客户包括啊世界银行啊亚洲发展银行啊 这些啊都会嗯有一些自己资助的项目来作为OA书来出版 然后呢下面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出版流程图 不管您是出版以上哪一种产品类型呢啊都是要遵循以下这样的流程的 那首先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自己先有一个啊出版的课题或者想法 因为我经常会碰到作者来问我就是说啊张编辑呃我我想出一本英文书啊 那您觉得呃现在有什么比较前沿的热点的话题我来写一写 那一般情况下呢我都是不建议这样做的因为您有您自己的出版的呃研究领域 有您擅长的研究课题那肯定是出就是出书这件事是把您的研究成果转换成文字 来和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就是呃并不是说像小说一样什么呃 比如说最近呃推理类的卖的比较好或者最近仙侠类的卖的比较好 我们就跟风写一本那学术出版肯定不是这样的是您有了一定的呃研究成果 然后呃可以和呃同行来分享的时候然后再来写这样一本书 或者说您对现有的一些理论想给他进行批判啊一些现象进行讨论都是可以的 然后呢这个时候您可以先跟我来进行联系就说我现在有这样一个想法 你觉得行不行然后我认为这个topic确实很有趣 然后是市面上呢也没有类似的出版物那我就会发给您一个我们的呃 book proposal就是策划表或者说给您一个在线的链接在线上填写这个策划表 然后呢和您的cv这个是一个学术的cv和一个样张一起来返还给我 由我来进行这个啊同行评议那如果您说我现在没有样张那怎么办呢 那就是一个呃四四页左右吧五页左右的一个摘要或者说这个样张还没有写完 就写了一半啊这些内容我们都是可以的就不一定您把一张全都写完了 然后样张的话呢尽量呃就是放内容张就是我们嗯最好不要是呃文献终述啊或者说呃研究方法这样的章节呃应该是内容讨论的这样的章节发给我们 然后呢呃一般情况下我们会邀请呃五到十位不等的reviewer 因为就是疫情之后大家很多尤其是呃欧美的一些老师他的在线教学任务比较重 所以嗯有的人就不愿意做review了这样我们也都是谅解的所以会发的比较多一点invitation 然后呢呃呃呃有两位以上的老师给出了比较positive的呃回复 我们就会呃接受呃您这个proposal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给reviewer的时间是呃六周左右 但是有的reviewer他会说哦哦我还需要呃呃再延长一到两周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都是答应的 那有一种比较就是不那么幸运的情况 就是我们直开始发出邀请的时候 reviewer都是同意的 说好的我会给你做review 然后我会在你限定的时间内返还给你 但是等限定的时间到了我们去催的时候呢 老师又说哎呀我没时间了我不做了 或者他干脆就不回了 不理你了 这样的情况也都是有的 那这样的情况可能就是我们白等了 六周四到六周 然后再要进行第二轮的review 那如果就是重新邀请了 那如果是不幸感到这样的情况呢 那这个review的时长会更长一点 但是这样的几率不大 基本上呃10%到20%会有这样不幸的情况吧 基本上还是会reviewer答应了都是会回复的 然后呃如果说reviewer给的意见是直接接收 那自然最好 那有时候他会要求您对书籍的结构进行调整 或者对一些呃要求您增加一些 比如说呃参考文献或者说删改某一章节都是有可能的 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您修改这个proposal 修改之后我们会再给reviewer看一下 他们说OK我没有其他的啊comments了 那么我们会给您准备这个出版合同了 然后准备出版合同之前我们会把这本书的所有数据输入到我们spinger自己的系统里面 然后系统就是我们这边还会有专人来对您这本书的比如说书名啊然后封底文字啊 这些内容来进行评估有可能会有一些细小的呃修改或者调整 然后这一步没问题了就会来给出合同 那么在合同上呢呃当然就是有您的院校信息啊我们的书名啊 然后包括给您的稿费啊这些方面的信息 那么同时我们需要约定交稿时间 交稿时间的话是这样 我们一般希望您在两年之内能够啊把写好的书稿交给我们 因为如果咱们约定的时间太长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约定到2030年再交稿 那您手头上肯定有其他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呢就会啊就说这写书这事不着急吗 还有七八九年呢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您手上的一些呃不管是引用的文献啊数据啊 这些都不是呃最新的第一手的了 那么就是需要进行不停的补充和更新 那同时有可能您也失去了写书的这个动力 所以我们一般不建议约定太长的写作时间 就是一年之内能够交稿为家 两年之内为一 如果您有说我这本书确实大不同 我有呃七八百页 可能要写几十万字 那么我们也是理解的 会给您一个更长的这个交稿时间 然后呢还有这边还会有老师问 就是说Spinger在Spinger出版 是不是呃有这个出版的费用 那我们是不收费的除非是您要啊进行开放获取出版那作为欧威书的话是由啊作者来付费然后读者来免费下载这样不然的话其他的出版类型都是不收费的 然后呢在您啊比如说您写了两年把这本书写好了之后啊您在您的草稿阶段就要和我联系就说我这本书已经写的差不多了 当然可能并不一定是您的第一稿的草稿也有可能是第二稿第三稿 但是一定不是说您已经改了十几轮 然后也让proof reader改好的那种草稿 因为我对您的书稿还会再进行一次peer review 那在这个阶段 如果reviewer的意见是rejection 或者说我们您这本书想放到某一个从书里面 或者从书主编的意见是rejection 在这个阶段还是有可能这本书最终没有出版的 但它一定是因为学术质量的问题 不然的话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 当然如果您说我们签好合同然后写写写 然后这边我有一些变故 比如说我这个课题或者项目 他突然没有这个资金的支持了 那么您说我不想做了想想withdraw也是可以的 就是双方在这个阶段都还是有这个终止合同的权利的 然后当然了一般情况下的话reviewer给的意见都是大改或者小改 但是基本上都会有一定的修改意见 所以这里是建议您把那个草稿阶段就来和我们联系 然后reviewer的意见综合起来再进行最后一轮的修正 而不是说您已经修正了很久了 然后这边reviewer如果意见是大改 那您就是相当于前面做的那些都有可能是无用功了 这里就会耽误时间 所以是出于这个考量 建议您就是综合reviewer的意见之后 再进行一次修改和定证 然后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会把中稿交给我们 我们就会来进行排版交对这样的工作了 那这里的话您担心的一些比如说格式上的问题 reference style的问题 当然您交给我们的稿子 reference style是要保持统一的 比如说如果是编著的话 不能说这几张是APA 那几张是芝加哥那样的话是不可以的 就是全书保持统一 然后具体的话有一些格式上的调整 我们这边是会来做的 包括一些语法和拼写的错误 我们这边都是会来进行校对的 但与此同时我们校对的工人 他并不是学术人士 他只是说英语母语 就是学术英语母语的人士 所以说如果您有学术上面的错误 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校对 校对出来的 所以说在校样返还的时候 建议您还是在通读一边校样 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最后的错误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才能顺利的来出版这个电子书和纸质书 基本上您返回了校样之后 我们电子书会在十周左右的时间来进行出版 然后因为我们的印厂都是在欧洲 然后它都是按需印刷 所以要在这个生产线上有一个排队 然后排队印刷了之后 还有一个给您寄送的时间 所以基本上在四到五个月之后 您就会收到您的这个样书了 那么我们跟那个您可能在 不管是国内还是港澳地区出版过中文书 会有这种再版啊 或者说这种修改 的情况不太一样的是 我们出版了之后 很少会进行再版 除非是十几二十年过去了 这本书确实又很经典 还有一种就是它是 就是百科全书的话 也有可能进行再版 但一般的学术著作的话 我们是不会进行再版的 如果您发现了一些错误的话 我们只能给您出刊物 那么刊物的话 一般建议是重大学术错误才来出版刊物 如果您只是发现 哎呀这里应该是分号用了逗号了 或者说这里有一个小的拼写错误 这个该大写没有小写 就是该大写该小写这种错误 那就实话实说就是很多书里可能都会有类似的错误 在不影响读者阅读观感的前提下 都是正常的 是OK的 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不建议出版刊物的 这里就是从头到尾 大概我们出版的一个流程和其中的注意事项 那么后面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proposal form 就是一个四页的这样的一个策划表 里面会问到一些比较基本的关于您这本书的信息 比如说书名啊 您这个作者 不管是作者还是编者的基本信息啊 就是通讯作者是谁啊 然后包括这本书的一些简单的概要啊 然后有没有在同领域内出版过类似的出版物啊 大概这样的一些信息 然后如果您在填写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呢 就说这里我不知道怎么写啊 随时呢都能和我们编辑来进行联系 然后作为proposal来说一个成功的proposal呢 当然是我们领域内比较相关的让大家来感兴趣的话题 然后就强调了一些比较重要的观点 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就是说这样的书没有之前被出版过 然后这个是合同签好后我们这边就是助理同团队的同事会发给您的我们的交稿须知 当然这个在我们的网站上也是可以免费下载到的 里面会就是详细的给您讲一下我们这边的出版的一些格式是怎么样的 然后怎么来比如说做这个目录啊 怎么来做这个呃比如说index啊 呃或者说您这个reference具体应该怎么来呃排练啊 这样的一些比较有用的信息 所以即使您不出书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来下载看一看 对您平时的写作应该也是有帮助的 嗯然后呢呃您这本书出了以后 就是很多老师也会关心你们这些呃宣传呃发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然后首先这个是我刚才提到的呃这个页面 就说在这个页面上首先您可以呃比如说这个contact publishing editor 比如说今天因为我只负责教育学 但您可能您的呃研究课题是比如说呃经济学啊法律啊 您想找其他的编辑啊都可以在这个页面上来找到 然后呃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资源包括写作的一些模板啊 都是可以在我们资源还有这些须知的板块里面来找到的 就是您呃可以上去翻一翻也可以得到很多资料 然后呢当您这个书出版了之后会在我们的主页上有他一个自己的页面 当然就是在有书号之后在那个亚马逊上也会同期展开这样的宣传 那么包括有这个啊书名啊书的封面啊 然后包括书的价钱啊这样一些基本的信息 然后您可以把它呃就是通过一键转发呃分享到您的这些呃社交平台上 然后呢呃在如果说用这个Google来进行搜索的话 因为其实我们每年就是这个呃优化搜索引行的这个团队呃 是来进行很多优化 包括给Google也是会支付一定的费用 以保证就是人家来搜索您这跟您这本书相关的关键词 或者说干脆搜索书名的话 咱们的Springer的书会是显示在最最上面的 可能第一页是上面就是这个书书名 然后就是后面是那个呃购买的一些渠道 包括盐买市就是以保证前面的这些呃搜索结果都是您的这本书 然后呢有一些作者会出版后很好奇这本书的一些呃成果 因为我们呃跟中文书的出版不一样 不会有什么手印啊马羊啊这样的概念 因为我们是按需印刷 所以呢我们有这样一个啊bookmetrics这样一个服务 呃通过这个界面您可以自己DIY的查到 您这本书的呃整整个的下载量是多少 然后有多少引用 然后在社交媒体包括新闻稿上有多少啊 就是提到您这本书了包括有多少注册的这个读者 当然这个数据啊并不是呃完全的一个数据 是我们这边啊通过我们这个程序能够收集到的 这个互联网就是正规的学术分享渠道里面的啊 这个一个数据所以说算是不完全统计但是也是能给您做到一些参考的 嗯然后在书籍出版之后呢您会收到一封恭喜啊不好意思 恭喜的邮件那么这个通过这个邮件您就啊会有一个自己的Springer的账号 然后登录了这个账号您就可以啊就是access到您出版的这个啊电子书 包括如果您是章节作者或者您是编者您的章节作者也是都有这个相同的福利的 然后您也可以把您的这本书就是啊同样的分享到这些啊社交媒体的平台上 然后还有一些啊我们针对啊书籍出版后的啊市场宣传的活动 然后比如说我们像教育学这边每年都会进行一些啊针对于啊某一个子学科呀 或者说啊市场上有哪些或者说有哪些新闻热点事件呀 包括比如说教师节啊这样的节日会做相关的专题宣传 那么选择到的书籍我们会免费的开放他的一些啊章节 然后几个月这样的给供大家免费来下载 然后这些啊宣传的页面我们也会啊就是通过群发邮件的形式啊给到我们之前购买或者订阅过我们啊相关学科啊书籍的作者 就是尽量的来推广的这些内容 然后包括像啊我们除了Spinger Nature Spinger这样的社交媒体账号之外 像Spinger Education教育学我们也是有自己的推特啊 Facebook啊然后包括Google Group这样的账号的 我们也会在上面不停的来啊推荐我们的一些新书 包括如果我们有参会的话啊这些会议的信息 所以说啊如果您就是有相关的需求 或者说需要我们在啊宣传的时候 比如说啊爱着您然后也可以提前跟编辑来打招呼 我们都是可以配合的 然后关于中文这边的话啊我们主要的啊推广平台 就是微信和微博了 那么微微信和微博的话啊我们也会 比如说像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做一些这样的专题 那么啊方便大家通过微信来进行转发或者分享到朋友圈 这个的话也是您只要有相关的需求 我们都会尽量的配合和满足 那么关于中国地区呢我们也会有一些啊比较有针对性的啊推广活动 比如说这里就是一个关于我们庆祝中国新年 然后精选了一些内容给他在啊就这个是教育学相关的一些内容 给他在我们的主页上进行宣传的这样一个页面 嗯然后呢当然还有就是呃在疫情呃好转的情况下 因为在没有疫情的话我们每年其实呃教育学这边编辑全球都会参加上百个的学术会议 那么在学术会议上大家参会的时候应该也看到过我们的展台 我们会一起来选书把我们认为和呃主题相关的一些书籍带到展会上去啊 尽可能的进行推广和曝光 那么现在因为有疫情嗯大部分的会议都改为现象或者现象现象下结合的形式 那么相关的宣传会呃稍微的少一些 那如果在疫情好转的情况下呢 我们还是会尽量多的呃去参会进啊跟各位老师来有机会面对面的多沟通和交流 也会把呃各位在我们这里出版的图书呃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呃去推广和宣传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关于啊图书出版的一些分享内容啊 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有出版兴趣的话都可以通过啊邮件来和我进行联系嗯谢谢大家 我非常感谢张老师详细的介绍啊 相信大家对Spring and Nature出版图书的流程的细节已有进一步的了解 呃在图书问世后其宣传和学术影响力的扩大也是非常重要的 呃那么接下来呢就请 呃接下来请郭阳先生为大家介绍呃学术图书及服务赋能科研信息传播 有请 好的非常感谢呃主持人也感谢澳门科技大学和呃 Spring and Nature相关的同事呃组织这次活动呃 呃刚才呢我在那个呃我们的参会员的列表里面也看到了很多很多熟悉的名字 像呃杨馆长像Doris像像潘老师还有Billy 应该很久很久没有见面了 所以我还是把我的这个这个这个摄像头给打开 呃我想我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可能更贴近于我们图书馆的工作 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做具体的这个业务工作和服务工作的 呃我所对接的这个对象呢就是我们呃主要的我们呃在座的这个图书馆的老师 呃当然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服务于我们的老师同学和科研人员 我想在这个过程中学术图书的出版或者图书这个载体本身 就是我们提供服务来促进这个科研信息的传播支撑我们呃受众和读者的工作的一个最为重要的一个载体 呃在这个之前呢我还是查了一些资料 当然在这个各位图书馆老师的面前可能是班门弄出了 呃中国最早的这个呃所谓的这个图书吧 应该就是三分五点八锁九丘呃这些呢在这个呃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典籍中呢 依然还有记载像呃左传呃等等的都有记载 但是呢真正比较成型的呃比较完整的流传至今的我们比较公认的呢 我们最早的书籍呢应该就算是诗经了吧 这句话呢啊心于诗立于理成于乐应该是出自论语的这个秦博 呃他这个呃指的呢应该是呃可能孔子他的这个教育里面就是认为我们呃不仅要讲究这个个人的这个修养 也要全面的广泛的学习这个知识和技能 所以呃很重要的三个方面诗里乐都提到了 呃这里边呢我们就不能看出诗作为这个呃中国最早的这个书籍 呃他在呃呃整个的这个教育工作 在传承人类的这个文化和这个呃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成果的时候 他重要的这个意义所在呃另外呢我也看到了这个呃中山大学的这个程焕文老师呢 是我大学老师的这个同学 因为是呃今天在座的应该都是粤港澳地区的这个图书馆老师为止 可能对程老师的这个观点是非常非常熟悉的呃那我们先呃 当然这个观点在当时呢有一些这个争议 但我想呢程老师想表达的呢一个核心的这个概念呃就是说我们这个图书馆呃甚至扩大一点我们整个出版行业 其实都应该有一个为这个读者为我们的这个作者为我们的科研人员老师和学生服务的一个理念呃 呃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本分所在就相当于所有的这个服务行业永远把这个顾客当作上帝一样 我想他的这个观点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那书籍呢我刚才提到了作为图书馆作为我们出版行业为我们的读者提供服务的最主要的一个载体之一呢 我想应该承载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意义 那到现代呢我们的这个图书呢这个是我查到的这个资料呃 呃现在我们对图书的这个已经有很明确的一个定义了 但是我们可以呃设想一下在我们图书馆 在我们出版行业服务于我们的这个科研人呃呃 也就是这里我提到的这个学术图书这样的一个定义而言的话呢 那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呃印刷品 这样的一些纸质的这个图书 在我们进行服务的时候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呃局限性 我们是可以闻到这个非常美好的书箱呃呃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同学朋友在图书会上去认识交流我们非常心仪的一本书 但是在具体的科研工作中有时候在某种情况下或者在很多的情况下啊 啊只只只只图书都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科研信息交流带来一些这个啊障碍 特别是在呢目前这个开放科学的这个大背景下 我们的这个科研信息是海量的而且呢是被海量的公开海量的传播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根据Spring Nature的研究 仅就这个图书而言开放获取的图书呢可以带来啊超过啊百分之五十的这个饮用量啊 然后呢七倍于过去的下载量以及十倍于过去过去的这个非学术关注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保证我们作者和科研人员的这个啊啊开放获取的学术成果 能够不被埋没在这样海量的信息中 而且呢能够精准的抵达他们想啊传播的这个渠道的受众 我们如何用我们现有的这个工具和技术去挖掘这样一些开放获取的内容 从而把这个知识提炼出来去啊啊二次的服务于我们的这个读者和用户 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啊开放科学的背景下借助图书这个载体要提供服务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啊 刚才提到了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白老师也讲到了这个Dimensions 这里边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啊英国啊国家物理实验室 他们呢在用到了这个啊智能技术的工具去啊挖掘他们的这个研究成果的时候 他们发现过去传统的这个方式甚至过去用到的一些工具 依然使他们漏爆了这个百分之二十的与他们相关的甚至他们直接产出的这个研究成果啊 同样呢我们的这个nano数据库也是对于这个纳米科技领域的这个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度的挖掘 它可以直接抵达一个特别细化的啊这里举了一个农业科学方面的一个例子 把这样的一个知识传递给这个用户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回到这个图书这样的载体我们在座的啊啊出版界的这个同行和图书馆的同行 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啊思考啊我想作为这个我们啊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应对和考虑 那对于这些海量的承载于包括学术图书啊当然有学术期刊等等各种各样载体的这些数据和信息 我们对它进行这个加工和处理才能会成为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啊啊知识 那有用的知识我们对它进行了进一步的这个编辑加工才有可能成为智慧 真正的智慧用到了一个实际的解决问题的这个过程中 才能形成最终的这个解决方案 那解决方案加速了这个啊问题的解决 不管这个问题是产生于科学技术还是国际名声 它使我们的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让我们的这个知识得到了这个应用和传播 这才能达到我们最终的这个目的就是传播知识 这个呢我想我们出版社和我们在座的图书馆的老师应该会有很多的这个共用 呃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呃 对于知识的这个传播首先呢我们需要有这个更加全面的 更加高质量的这个知识获取的渠道 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Springer的这个学术图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案例 呃刚才呢我们的编辑同事也提到了呃 Springer的这个图书呢它涵盖了所有的这个学科范围的领域 呃不光是某一个科学技术或者临床医学或者是人文和社会科学 同时呢它的这个出版模式呢也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图书的类型 呃从用于这个教学呃查询的参考工具书和教材 到最前沿的某一些领域最前沿知识的这个这个会议论文集 然后呢再到某一些这个科研领域一段时期的这个呃研究成果的汇总 比如说这个呃专注或者编注呃或者呢以这种连续出版物 出版的类似于期刊的这样的从书都在我们的这个出版范围内 所以无论从这个学科的覆盖度还是出版类型的覆盖度呃 Springer的这个图书呢都是一个非常全面的知识获取的一个数据库 呃同时呢它的这个质量也是需要有所保证的 如果我们在做这个知识的发现传播的时候我们用到的一些知识库 就不是一个能有质量把关的一个内容库的话呢 那我们在把呃高质量的这个内容知识进行提取的时候就会有很大的难度 在向我们的受众向我们的读者进行传达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偏差 那我想通过这里面的这个数据呢我们呃呃呃可以很直观的看到 Springer图书的这个非常高的学术质量 呃同时呢我们白老师也提到了 这个我们的对于呃知识传播对于知识质量的把握呢 有很多维度的这个评价指标 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知识库 在我们整个Springer学术图书的这个知识库里边呢 我们是可以达到这个从呃微观到宏观 再从宏观到微观的这样一个对于整个知识的一个评评价的 因为我们把内容呢就打散为细利度的这个章节和图书 呃图书呢我们可以实现整本的下载 章节呢也可以实现分分开章节的一个下载 而且现在符合Counter5的这个统计标准 可以帮助我们的图书馆员呃非常全面充分的了解到我们的使用绩效 当然我们的这个作者和我们的科研员可能更关注我们的这个啊图书在出版之后啊 对于这本图书或者对于这个作者本人的一些绩效的一些表现 那刚才这个张老师我们的图书编辑也提到我们有像啊 引用量学术引用量非学术引用量下载量等等的各种各样维度的这个指标 呃同时呢我们还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工具 与我们的图书馆和科研人员科研管理部门合作 对我们这个机构对于学术图书的这个利用方式 对于学术图书中包含的这个知识的获取的这个方式和途径习惯进行分析 比如说您的机构您的这个作者您的这个读者 他更愿意用这个Google 像像刚才这个呃呃张老师提到的用Google去检索我们的这个内容 或者说呢他非常依赖于您的图书馆的网站 或者说呢他更熟悉孙哥的这个平台 我们呢会根据他们的这个使用习惯去帮助您的机构 量身定制啊啊这个知识推广和啊获取的这个面向读者的渠道 呃另外呢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获取方式呢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灵活 除了我们在座的各位这个读者和图书馆员老师非常熟悉的 在您的这个机构的IP范围内直接啊搜索啊 下载啊您已经订购的这个学术图书的内容 我们还有像这个啊从IP认证到ID认证的这种啊用户身份认证的方式 呃像我知道我们的澳门科技大学图书馆应该已经已经采用了这种方式 呃在疫情期间呢我们还会有一个持久身份认证的方式 也就是您已经获得的这个可访问的内容在您浏览器不清理这个啊 啊一些记录的情况下呢可以保存90天 我们也允许我们的这个机构搭建你们自己的VPN 让你们的用户通过机构的VPN去访问学术图书 同时呢我们还提供像安全代理服务器引荐访问这样多元的这个知识获取 我们学术图书访问的这个方式 呃对于这个知识获取的这个方式呢 呃我想这个我我曾经也读过这个吴馆长和潘老师 包括比利呃整个团队写的这个信息素养的这个教材 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啊我们作为图书馆作为出版社 我们不断的向用户向我们的读者去普及这样的知识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啊这里边呢就包含了像比如我们和澳门科技大学 图书馆合作的啊面向这个啊作者啊潜在的作者和我们读者的 这个学术图书出版的啊讲座 这个之前呢是由王磊编辑来做的 当然今天是教育学的张鸟啊编辑我们有不同的学科和维度 同时呢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普世的 我们每呃每个呃年份或者某一段时间呢 都会有一个我们呃这种知识获取信息发挤 也包括这个内容出版的一系列的讲座 我们也为我们的这个读者和我们的图书馆配备了 我们呃宣格这个学术图书所在的平台 Swinglink这样一个呃非常全面的使用指南 呃当然呢向更深层次的 向我们直接深入到课题组的这个交流 或者实验室的交流也是有的 呃左下角呢就是我们的图书编辑和期刊编辑 呃深入到这个澳门大学的人文学院 和他们的整个团队进行的交流 我们也愿意和我们的图书馆员进行交流 这个呢是更多利用我们的信息挖掘的工具 去帮助我们的学校帮助我们的老师和学生 了解自己的这个呃学术热点 自己的这个学术定位帮助呢 他们在图书出版的选题中找到这个更好的方向 呃同时呢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 有很多的这个公益性的措施 呃像当时呢我我相信在座的图书馆 都已经收到了我们的通知 可能我们的一些作者和老师们 也收到了我们的提醒 那在疫情期间呢我们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我们被开放了我们啊和疫情相关的啊 一些英文图书和德文图书的这个原版教材 这个我想我们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可以从中获益的 呃另外呢在这个技术的加持下呢 我们也愿意和我们的作者和我们的机构 和我们的图书馆尝试很多不同类型的 这个图书出版的方式 以加快我们的这个知识获取 呃比如说呢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呃 目前在Springlink平台上查找到的这个呃 在线参考工具书已经有了一个这个实时更新的版本 它大家可以想象一本这个新华字典 这样的一本工具书呃 它不停的在修订 但是呢在过去纸本图书的出版模式下呢 它修订的过程您是看不到的 可能等到三到五年之后 它的第二版出版完您才可以看到 但是我们这个目前实时更新的这个电子图书的出版方式 就可以让您在编辑不断更新这个参考工具书的过程中 让您第一时间获取到被更新的内容 呃另外呢在我们的电子图书和纸本图书中呢 也包含了很多的这个互动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材里面有一些这个二维码 当您扫描之后呢 您会发现一些这个呃视频和影像的一些资料 这个常见于我们的临床医学的一些这个教材中 呃我们的一些社交式的阅读呢 是希望把我们的这个网站打造成一个 不仅是获取知识的一个平台 而且是一个知识交流和传播的平台 类似于这个领音 类似于我们的这个微博 我们不但可以发布自己的内容 获取自己想要的知识 同时呢还可以和我们的同行进行交流 那AI图书呢是我们更希望 与我们的图书馆和信息情报服务机构 合作的这样一个新的出版的尝试 我们利用这个受这个监督的人工智能 和这个机器算法 去通过挖掘Snooper Nature 自己的一些这个出版物的内容 去组织相关领域的一个综数性的 或者某一个时期内阶段性的 一个成果内容的出版 那在2019年的时候 这个有关李电池 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研究的成果 就是通过AI的方式来出版的 当时也应该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在出版界和图书馆界 我们说到了这个知识的获取 那我们图书馆包括我们的出版社 我们手里的知识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知识 怎么传达给我们的这个读者 和用户呢 那我想新媒体的这个环境下 我们利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的渠道 像我们的微信 微博 推特 facebook等等的 刚才我们同事也提到了 我们有很多的专栏 去帮助我们的机构 帮助我们的作者 把他们的成果传达给 他们的同行和受众 同时呢 我们也愿意借助学术图书 这样的载体 去组织面向不同领域的 不同热点的这样的学术讨论 这个学术讨论呢 可以是双向的 他呢可以帮助我们的作者呢 去把自己的这个研究成果 把自己的这个图书 推广到他的同行 他同时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图书编辑 去找到自己潜在的这个作者和选题 通过这样的交流 而我们把这样的会议呢 与图书馆进行合作举办 比如说就像今天这样 又可以帮助我们的图书馆提升自己的这个服务内容和质量 来增进我们双方之间的交流 对于我这样的业务部门的这个负责的人来说呢 又可以帮助我进一步推广我自己的业务工作 所以我想呢这个肯定是一个多盈的工作 另外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数字人文 科普科学文化这个传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想呢在很多的这个国家 很多的这个地区政府的这个工作报告中呢 都有所提及 那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些尝试 比如说呢我们在挖掘这个 我们的一套经典的从书 Landert Bornstein的这个内容中呢 我们就发现了来自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 储君浩院士的一些编撰的一些内容 储院士呢在接到我们的这个采访的时候呢 他年事已高了 所以他呢通过他的这个助理分享了 很多当时参与我们从书编撰过程中的一些故事和老照片 比如说这张照片呢就是他在 他当时柏林的这个宿舍里边 与他德国的朋友和我们的这个编辑 一起去讨论下一个这个数据审核方案 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在右边呢是我们在这个 华罗根先生诞辰纪念日的时候呢 与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合作的 整个回顾了这个华老的主要的这个学术图书的著作 那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可能在教科书中都提到的 从单位员谈起这本书 那通过对这个背后故事的一些挖掘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华罗根先生是在我们 Springer这个海德堡办公室为这本书写的一个序言 我想我下次如果有机会去的话 一定去那间办公室再看一下 看他还能不能找到这个当时科学的氛围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与我们的这个图书馆 学校和机构合作去 邀请我们的同行去为我们的图书作者撰写这个图书评论 来帮助他们的这个内容进行进一步的传播 比如说我们和中国科学院 我们和中国农业科学院都有这样类似的合作 另外呢我们也会在帮助我们图书 以及所包含的这个知识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呢 更重点的关注我们的科研社区 以及与时下的这个国际民生 更加相关的一些这个研究工作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的目前的这个全球图书业务总裁 汤英平博士呢在去年也获得了 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来鼓励这个国外的学术图书出版社 在传播这个中国相关的科学文化过程中的一些贡献 那我们每年呢都会有一个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这个中国新发展奖的一个评奖的工作 目的是把我们在Spring Nature出版的学术图书中 那些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或者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作者 他们的这个内容 他们的经历 他们的这个成果进行这个宣传和推广 也希望能鼓励我们的这个科研界能更加关注 国际名声相关的一些领域和研究方向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加持 在我们从我们这个更加细利度的 然后更加丰富的这个内容中获取知识之后呢 我们必须对于这些知识进行这个再加工 才能为我们的这个作者和读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比如还是我们的这个LB的这个从书 在很早的时候呢 它是以这种大步头的这个方式来进行出版 那随后呢 它我们对它进行了完全的这个数据化和数字化 对于这个数据进行了这个更深层次的这个评估标影和关联 这样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一个大步头的从书 一个工具书完全打造成一个符合这个材料科学领域 科学家使用行为和习惯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数据库 同时这样的数据库呢 也特别方便于我们的图书馆进行知识的这个服务 你们呢可以从这个数据库中直接查到一些 科研员关注的这个材料相关的性质方面的数据 去服务于你们的这个学院和老师 这个呢是另外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另外一部这个非常经典的分子生物学方法 这套从书 它所出版的内容呢是生命科学领域的这个实验室的指南和方法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通过一些技术对它的内容进行了过滤 对它的这个内容进行了分布式的标语 让每一部这个实验室指南方法的这个步骤都可以通过我们新的平台 Summer Nature Experiments去发现去查找到 这样的话呢也能帮助到我们的这个作者和老师更快的获取到 他在做实验中需要的一些关键的内容 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知识的这个再利用呢 在我们图书馆的这个领域当然更多的是把我们的一些通过学术图书获得的这个科研信息 或者说呢通过其他的这个载体获得的科研信息 以及整个科研流程中所包含的全部信息 比如说从最早的这个立项和经费到这个出版物 然后呢再到这个后期的这个临床试验专利 甚至到最后的这个可能对国家政策或者区域政策造成的一些影响 这样的政府文件进行这个关联和深层次的挖掘 这个呢是需要我们一些技术和平台支持的 那我想Dimensions应该是可以起到这样的这个功能和作用的 因为呢我们对于数据进行了这个清洗 对于图书如果以图书为例的话呢 我们对于图书的作者所在的这个机构 进行了这个这个标准化的处理 对于学科呢进行了细化 对于图书的内容呢进行了概念的抽取 对于这个科研科研人员的这个信息呢 也做了去模糊化 同时呢我们还保留了这个参考文献的关联信息 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原数据 就是对于这本学术图书所描述的这个 研究内容的原数据呢有了一个统一的标准 可以很大的帮助我们的这个图书馆和信息情报服务机构 进行这个内容的挖掘和再利用 那我想呢这个知识的这个保存呢 在这个去年的时候我也了解到 我们澳门地区的很多学校和机构 也与这个中国科学院签署了这样的战略合作协议 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已经与中国科学院合作完成了 我们CMNature所有学术图书在中国大陆的这个 本地的长期保存 以应对呢就是这个不可抗力的情况下 我们的这个访问部长 那我们也欢迎这个港澳地区的图书馆 能够积极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 因为目前这个工作呢还是仅限于中国大陆的 我想呢我们完成了这个知识的获取 传播和再利用之后呢 我们应该可以为知识的这个传承呢 进到自己的这个一份力量了 所以所以呢这里呢我引用了这个爱因斯坦最后的这个一句话 当然他呢也是Springer的这个作者 如果我们想获得他的这个内容的话呢 欢迎这个访问我们的Springlink平台 最后呢是我们的一个二维码 如果大家感兴趣Springlink的这个科研服务的话呢 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获得更多的信息 因为时间有限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随后呢希望疫情早早结束 能够到澳门和各位老师见面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谢谢谢谢大家 非常谢谢郭老师的分享 下面是答疑环节 我们先从现在聊天空中的问题开始问吧 请问张老师对于澳门地区老师和研究人员图书出版的选题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建议针对这个地区 是这样因为我们就是香港地区的选题相对较多 澳门的话也会有一些 基本上还是基于就是老师们自己的这个研究方向 那么香港那边呢也会有一些针对于大湾区的一些选题 包括就是比如说大湾区教育政策的这个和教育考试制度的评估 这样的比较研究 然后还有就是中港澳3D比如说英语教学的一些比较研究 然后都是可以的 那么比如说我们澳门地区的话 可能还可以进行一些就是针对于地区本身的 关于比如说citizenship education相关的研究 就是他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回归之前的一些家庭 他就是学生或者说这个家庭的家长对自己的这个identity是如何认知的 然后后面如何进行的这些相关的不管是家庭教育 公民教育或者爱国教育都是可以的 就是比较有地区特色的 那么基本上整体上来说还是说针对于您手里的这些比较优势的就是研究成果来进行写作吧 就是当然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我们这个亚太地区教育学的这套从书的话 也是可以考虑来进行投稿的 好的谢谢 第二个问题是springer和pargraf两个品牌在教育学出版领域是如何区分的 或者可以将从书的一部图书列入某个已有的从书系列吗 这个其实是两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springer和pargraf两个品牌在教育学图书出版的领域 是有所交叉的 就是包括像我有一位作者 他可能也是同时在两个品牌的旗下来出版图书 这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作者的话可能分两种 一种的话他可能是非常的我们所谓的忠诚 就是只在一家出版社出版 就像您可能只买同一个品牌的比如番茄酱 是这样的 但是有的作者他愿意跟每一个出版社都来进行联系 可能在springer出几本 pargraf出几本 violet出几本 这样的老师也是有的 那么我们也不会说 对于您出版品牌的选择来进行任何的干涉 那么像我说的这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有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人文棕述类的图书 或者说是比如说口述教育史 或者说某一位就是已经就退休的老师的 他的汇编的文集呀 类似于这种就是学术 就是比如说学术reference引用比较少的这种的书 那springer有时候是会有一定的要求和限制的 那这些书的话 pargraf那边会更加的就是friendly一些 主要是这样的区别 那么其实都是很优秀的学术出版的出版社这样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有没有可能将您的书列入已有的从书系列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也是很欢迎的 这个主要有两种途径 三种途径吧 可以说首先是有可能我们已有的从书的 他的主编去邀请您 然后比如说跟您说 我这边有一套亚太地区特殊教育的从书 然后我也知道您最近在做哪些研究 有没有兴趣在我们这边来写一本 关于比如说听觉障碍儿童的认知教育的这样的一本书 那么您就说我有兴趣我来写 那这种是主编邀请的话 那么就会直接进到这个从书里面 那还有一种呢是您 有了一个就是出版的课题 然后呢您也知道我们这边有哪些从书比较知名 或者说您在网上搜了 就觉得这个从书跟您更加契合 然后您就是投稿的时候 我们proposal里面就有一项 就是问您有没有意向的从书 那您就填进去了 然后呢我呢就会跟这个从书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gatekeeper 就是翻译成守门人来联系 然后会去问到主编的意见 如果主编刚开始看一下 就是对这个impression是说 ok I'm in favor of your proposal 就是觉得还挺有兴趣的 挺契合的 那么我们就会再去进行peer review 然后peer review的结果 也会先拿给这个从书的主编来看一下 然后他的意见综合 review的意见一起返还给您 如果就是意见都是接收的话 那您这个从书也是 您这个书也是顺理成章的 进入了这套从书 还有一种呢就是您交过来的时候 嗯就是没有写说我意向是哪个从书 但是我作为出版编辑这边 呃觉得哎挺适合我们某一套从书的 就是呃不管是因为我们有的从书 它是已经被一些比较大的数据库收录了 比如说scopus呀 然后包括webomb science底下的这个啊 book citation的这个index来收录了 那么收录的话 它的影响力和下载量就会更大 那我觉得您这个书的主题也比较契合 那么会由我作为编辑这边来进行推荐 然后从书的主编来决定啊 试试接收还是不接收 那如果说不接收的话 看他的理由是什么 呃如果他的理由是呃就是呃 呃学术质量不可以的话 那么我们会take这个opinion 作为一个啊peer review的意见 如果是学术质量相关的 那么如果有的呃老师是说 哎呀这个好像跟我这个书 不是特别契合 比如说之前我有碰到过说啊 这个书他的内容是创业教育相关 然后我们从书其实是职业啊 和这个终身教育 那么可能有那么一点啊联系 但又不是特别契合 那么最终就我们没有放进去 那这种就是正常的一些分歧 那这种的话我们可能会把它作为单独的 我们叫stand alone就是单独的这样来出版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就是大概啊是以上三种途径 那如果您这本书没有进到啊某一个 已经出版的系列从书里面也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有一多半的书都是啊来作为单本书这样来出版的 嗯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谢谢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回答 啊由于时间关系 啊我们今天的从出版到服务 学术图书的在质量化 在线研讨会到此结束 啊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侧的二维码填写问卷 我们非常期待和重视您对本次研讨会组织和内容方面的反馈 如果您对于讲座的内容仍有疑问或者有其他需求 也可以在问卷中填写 我们将为提交问卷的老师们赠送Springer Nature科研助力礼包 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啊非常感谢杨先生和崔女士的致词 呃以及奥科大图书馆的大力支持 希望本次研讨会对您的科研工作和图书馆服务工作有所注意 期待下次和大家的讨论和交流 谢谢 啊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杨广长 请不吝点赞订阅